所以他是用LINE訂的啊? 對 直接先打室內 然後跟我說他要訂便當 然後看可不可以加LINE 然後比較方便聯絡 我就說好 然後我就給他我的LINE 然後他等於是我做他的LINE而已 沒有一般的電話 他是中央隊 然後消防群的中央隊 然後是第二分隊 因為他就連估價單什麼的 就是一些公家經關的程序都有 12點半要來拿 12點40左右打電話 他就沒有進 訂了排骨的40個 然後招牌的是35個 應該是一個惡意的行為啦 因為之前都有聯絡 並也沒有什麼溝通上的誤會 現在景氣真的也並不好 然後物價成本都很高 叫了75個便當 其實佔了我們店裡面幾乎一天 差不多兩成的營業額 那我們馬上 我們剛剛已經報警了 那也準備到派所去做筆錄 不知道為什麼這個消息 我們花蓮市長居然聽說我們小店的便當 有蒙壽這樣一個損失啊 我聽說他本來是想要來 算是幫助小店要跟我們認購的啦 但是我有說這個便當 畢竟已經做好一個多小時 我們也不適合再賣給我們花蓮市長 所以他說他本來是要幫花蓮市的清潔隊加菜 我說那當然是由我來捐助啦 我不可能再賣了嘛 這便當畢竟已經做了一個多小時了 所以我們就把這75個便當全部捐給花蓮市的清潔隊 在稍早有耳聞說有人訂了便當 假冒了機關的名義訂了便當 然後沒有來領取 那就順時來關心 那我想立池便當也是我們的鄰居 那就從公所走過來這邊關心 那剛剛董事長也跟我說 他可能會將剩下的便當捐給我們清潔隊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這兩天都在做一個防汛的動作 那體力的消耗比較大 那也希望讓我們清潔隊多補一補 那在這邊也要先感謝我們劉董事長 那特別感謝 那也希望說 不要再有民眾在做這個惡作劇的動作 因為我想小本生意賺錢不容易 疫情過後大家都希望能夠賺錢 那也不需要這樣來做一個惡作劇的一個動作 對嗎